MH370 MH370 如果你聽到我們的廣播 麻煩你給我們一個回應 希望大家不要在網上那邊 無論揣測或是轉播一些還沒有被證實的新聞 因為這樣只會讓大家更加的擔心 人心惶惶的 希望大家的願望都可以成真 我們繼續為MH370祈禱吧 我相信只要大家有正能量 有好的信念 我們都非常之希望 MH370失聯客機可以平安回家 MH370的唱歌 你們玩過了嗎 玩過的話 要回家咯 在這裡呼叫MH370 平安回家 整件事情的確來得太突然了 所以我覺得成為馬來西亞國民的我們 更應該凝聚我們自己一個正面的力量 然後再結合全世界的一個祝福 大家每個人心中的一個祈福和祈禱 都希望這家客機趕快的尋獲 我正在這裡 我強烈地鼓勵 所有的家庭 所有的MH370 能夠穩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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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上天憐憫 上天保守 他們能夠 疲發無損地 回到來 和他們最愛的家人朋友團聚 也都希望 身邊所有的人 或者看到這段片的朋友 不要亂分享些不實的消息出去 因為這樣會導致很多人的情緒 受到影響 希望 如果你真的沒有話說的話 保持沉默 繼續祈福好 希望MH370 可以早日歸來 早日和家屬們團聚 我只想說 我們的想法和祈禱 繼續與 所有人 乘搭的MH370 當然 還有 旅行的旅行 同樣 非常感謝 全國的幫助 以及 全國的搜尋 幫助 找到MH370 我們不太感謝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為他們祈福 希望MH370 飛機上的所有人 能夠早日回到他們的家園 MH370的乘客們 你們千萬不要放棄 一定要稱讚 我們希望看到你回來 我從第一天到今天 我從未放棄為他們祈禱 我真心地希望他們可以完全無事地回來 馬航MH370客街 不管現在您在哪個角落 我們都會一起堅守信念 相信奇蹟 那MH370 四連事件 已經轟動了全世界 那全世界的 這個expert還有專家 都在做他們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好好的為他們祈禱 希望他們 早日回到自己的家園 希望MH370 集上所有的人 能夠平安回家 我們等你回家 我在這裡 衷心地祝福 MH370客機能夠平安回來 早日和家人團聚 那我衷心希望馬航MH370客機 可以早日歸來 還有家屬們 你們要堅強 來到這裡 lexia 海賊 永簣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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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